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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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我們這樣在連播 42小時 目前呢 已只剩下最後的一個小時 多幾分鐘的時間 可以再繼續下去了 但秀芳 你有沒有覺得很感傷 沒有想到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是在倒數 而且一分一秒在倒數下去 而且一分一秒在倒數下去 時間越來越少 但是訂閱數越來越多 對 訂閱數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 但是對我們感到心痛的是 現在的政府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進行這樣的動作 但我們心裡面感到難過的是 未來在許許多多的方面來說 很多人會晉升 很多人會害怕了 但我們會繼續堅強下去 因為我們中天的精神 永遠都是存在的 雖然現在這個時候 你把我們的嘴巴給閉了起來 你把52頻道給拿走了 當然我們看著你未來 會把52給誰 我們可以看得出你未來的步驟 會怎麼樣的做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中天的所有的同仁們 我們中天所有的員工們 我們的心裡面就是一把尺 這一把尺就是 監督政府的力量 是絕對不會消失的 而你政府即使 再怎麼樣的打壓我們 我們也一樣的努力下去 因為最主要的就是 人民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後盾 而且這個後盾 會堅持我們繼續勇往前衝 像現在訂閱數已經到了183萬了 這麼高的訂閱數 晚上這麼多的民眾 在看著我們的新聞 走到那最後的一分一秒 但我們中天新聞台並不是死掉 我們中天新聞台並不是消失掉 我們中天新聞台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浴火重生 在未來的一個小時之後 你看到了我們中天新聞台 我們將會到了另外一個網路世界當中 我們要繼續發光發熱 當然政府你不要小看我們 我們仍然繼續監督著你們 因為你們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們會攤在陽光下 讓所有的民眾 都會看到你們的一舉一動 所以所有的同學 中天加油 中天加油 我們給自己一個愛的鼓勵 好 各位觀眾 距離中天新聞消失在52頻道 只剩下最後一個小時了 對 現在是個歷史時刻 我們通通都在歷史的現場 請大家來見證這一切 今天的溫度有點低 我們的心情很溫暖 因為有這麼多老朋友新朋友 大家都來了 大家的心意 大家的愛 大家的鼓勵 我們都收到了 我再一次重複 憤怒跟委屈 不是我們中天新聞的主key 新手昂揚走向下一個世紀 走向下一個階段 而且中天新聞的精神會一直延續下去 而我們相對的 會在一個努力奮發 而且是朝著一個正向的正道力量 繼續持續往前衝 中天新聞有26年的歷史 這26年的歷史 我們今天很迅速的來回憶一下 也許有一些 像我可能是加入12年 立剛加入了16年 我們這些所有大家所熟悉的主播們 每個人進來的時間不一樣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現場的集席問答 大家手上都有牌子 圈跟叉 對跟錯 好 我跟立剛來問問題 如果是對的話就圈 錯的話就叉 好 第一題 中天的開波日 1994年9月1號正確嗎 都通通答對 很厲害喔 很厲害喔 好 那再來 中天的總部在萬華中石大樓 對或錯 中天總部萬華中石大樓 許甫同學 許甫 你在哪裡上班啊 把你調過去喔 來 中天最帥最美的主播都在中天 台灣最帥最美的主播在中天 對嗎 對齁 這點對 當然對啊 開玩笑 好 再來 中天監督政府最勇猛 是不是 是 好 那我再問你們 中天的邊審 最機車 為什麼最機車 還說我們什麼內控失靈 邊審他們在上面 我們哪有內控失靈 我們的邊審多麼嚴格啊 邊審昨天還上你的新聞時段 別台都可以 犯罪可以露臉 我們台就是不可以露臉 對不對 別台可以露名字 我們不能露名字 別台可以露乳溝 我們也不能露乳溝 別台有些話可以講出來 人家還喊讚 我們講出來卻被罰呀 所以到底哪裡什麼內控失靈 機車的要命呢 我倒覺得是政府內控失靈了吧 來NCC內控失靈 好 還有中天年底訂閱數 要衝100萬對嗎 不是多少 200萬 現在都已經多少了 183萬 183萬 距離我們的目標年底 很快就達到了 可以達標了 還會有盛喔 還會有很多喔 對 沒錯 對啊 所以現在我們再來喔 中天今年幾歲啊 26 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全叉才對 我反而問他們幾歲 他們都知道了 對 好 好 我再問大家喔 中天在2001年 納利颱風的時候 我們曾經停播兩天 這一題有點難 因為要嗨很久的才知道 對 因為要比較老的才知道 沒有 我看到侯淑菲 侯淑菲第一個 好 淑菲你一定知道 對不對 你一定知道對不對 沒錯 淹水 停播兩天 馬上又復播了 對 但那是天災嘛 沒有辦法 好 那緊接著下一題 請問一下 2012年10月份 中天發生了火災 我們曾經停播一天 對嗎 你看 火災都不停播 你們這什麼人啊 很怪耶 火災都可以持續播出 這怎樣 我跟您這個老實說一下 那天火災你們全部都在一樓 我還在六樓耶 我都沒下來 我是最後一個下來 你下來 因為我們龍捲風還沒錄完 結果我們龍捲風一直錄 錄完之後還跑到五樓 中市去播七巷 結果搞錯了 我一個人死守四行倉庫 六樓全部沒人 我一個人待到最後 大家再走上來 生命危險主持 大家很難想像 主持龍捲風也是有生命危險的 是啊 好 中天新聞的APP是快點TV 對嗎 很好 都訂閱了嗎 訂閱舉手 對 下載的舉手 好 很好 中天 這題 這題一定對啦 送分題啦 中天全台灣最有膽對不對 對 酒生會比我們有膽 開玩笑 好啦 來問一個 這個一般民眾想要知道 訂閱中天YouTuber是要收費的 要錢喔 不用錢 真的不要笑耶 很多阿公阿嬤都在問 你們那個要錢喔 一個月多少錢 他以為是訂閱第四台 不是啦 不用錢啦 一毛錢都不要 好 YouTube看中天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可以即時互動 對不對 好 玉琴網友的留言 你最感動的是哪一個 玉琴好美 玉琴好美 對啦 收方好美我也很感動啊 我的每次留言 都只有留言說 明天的天氣會是怎麼樣 然後每次都是回答天氣 都是天氣喔 對天氣比較多 這樣剛剛好吧 中秋假期啊 這個天氣往西走 天氣好 往東走會有雨 往北走啊 禮拜六晚上溫度下降了 長輩朋友記得穿保暖喔 你看又回到我氣象主播了 立岡公里不只如此 我每次都問立岡 立岡 宗孝東路5段32號會下雨嗎 明泉東路6段25號會下雨嗎 今天晚上不會 這樣還是一樣很準 果然 果然 來 準吧 對 沒錯 好 那再來要問什麼 中天進化神 中天新聞網 這個監督政府的力量會更有力嗎 當然 監督政府就是我們的生命 監督政府就是我們的靈魂 好 在稍後新聞當中 我們還會有更多的中天精神 展現給大家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有一句話說大樹底下好乘涼 中天新聞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大家庭 他遮風擋雨 堅固牢靠 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 永遠有堅強的手臂拖住我們 在今天最困難的時候 或是最傷感的時候 甚至我們最振奮的時候 開心不開心 他們通通都在現場 所以在這裡呢 我想先給大家介紹 但是因為人數太多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我先介紹今天幾位 今天代表姓的中天電視 也是我們中天新聞的最重要的領導 最重要的主管副總經理梁廷霞 好 再來呢是 旺旺集團首席顧問兼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 總管理處執行長林柏川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總裁蔡紹忠 好 接著這位呢 就是在剛剛陪我們做了足足一個小時 我們旺旺集團的大家長 蔡衍明 董事長今天很多很多的心內話 要跟大家分享 歡迎董事長 謝謝 各位現場的我們中天新聞人 還有呢 各位現場的貴賓 親朋好友 甚至呢 在全世界的 在電視前面的各位好朋友們 還有我們媒體的朋友們 大家好 這一次呢 從十月中旬到現在 我個人呢 感受 感動 非常多 真的很謝謝 這麼多人來相聽我們 我們的中天 謝謝 其實呢 我今天要講的最重要的就是 謝謝我們中天的新聞人 謝謝你們 謝謝所有中天的新聞人 謝謝大家 我以你們為驕傲 為什麼 今天中天新聞台被關的原因 就是你們真正做到的第四拳 對不對 我們做到了第四拳 因為呢 你們做到的第四拳 導致 今天會有這個結果 當然啊 本來 不希望有這個結果 本來 有期望 有另一個結果 但是呢 事實已經到 今天就是這樣子 我想從十月中旬 羅志強先生 他就講中天關定了 到現在 多久 兩個月 兩個月不到耶 各位 如果今天一個 窮擊罪惡的患人 患了罪 上了軍事法庭 開了庭 判死刑 到執行死刑 要多久啊 有這麼快嗎 有這麼快嗎 沒有 不可能 你們有做錯了那麼多的事情嗎 當然沒有 我在這裡跟各位講 我們中天新聞人每一位 都是很好的 就是 這十幾年來 二十幾年來 他們沒有犯過什麼大錯 有一些呢 甚至 我們是從外面 挖進來的 高材生 高材的人 他們到別台 都沒有犯那麼多錯 就到中天 犯了那麼多錯 這個合理嗎 而且大家也知道 民調一半以上 大家都不支持 關掉中天 但是呢 我們七個NCC委員 一致通過 七比零 他們是不是人嗎 難道他們七個裡面 沒有一個會認為 不應該關掉嗎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也是 你們的一份榮耀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英雄的 是 以後呢 你們就是什麼 網紅啦 轉型 重生 不用老婆子 我想 這一次 我們的公司 那天 去那個 聽證會 開過一次庭就判死刑 我們 我有表演給我拿 什麼 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 請大家請一下 來 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 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 這個KONBANG 就是我們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的 經營理念 什麼叫做真愛台灣 大家政治人物都說這麼多 放肥 愛台灣 就是要讓人民 過好日子 這就是你們做領導的人 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 那我們做媒體第四權 應該是監督 政府 你們盡量 讓人民過好日子 讓我們做人民 你們做人民 你們像你們做媒體多大 你們做媒體的 做人民的 是不是就是為了要追求過好日子 政府的責任 是不是就是要讓人民過好日子 對 我想 我們的責任 就是在做這些 可能 我們換了 一個忌諱的事情 也不是說換了 其實說的這句也是事實 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 台灣就是要讓台灣人自己嫁好 兩岸好 台灣人日子過得會更好 可能這句話 有很多人認為我們是不對 但事實是這樣子嗎 各位在座的每一位 兩岸好不對嗎 我們做一個平台 做的是兩岸交流的很多事情 我們希望 尤其希望 尤其希望 民間交流交往 更能互信互解互諒 你搞到今天這個程度 現在兩岸人民的交流 會什麼樣的成果 會結果呢 你說我們的國安有問題 什麼叫做國安 其實這次政府很簡單 政府呢 他就是說 NCE是說 我們的新聞 我們做得不好 我們中天人 中天新聞人 飯堂 做新聞做不好 所以要給你滾掉 你缺點太多了 然後暗地裡散布的是什麼 中天就是紅媒 就是中資 這樣在幫你按摩 在幫你製造民間的氣氛是這樣 但是事實是如此嗎 我想國家單位非常非常清楚 國安單位也講了 NCC主管 主委也講了 不是這樣子 其實真正的心態是什麼 真正的心態 現在就是我們中天真的做到的第四拳 他怕你們 他怕你們 為什麼怕你們 你有做什麼 對不起台灣人的事情嗎 這個才是重點 你一個堂堂真正的政府 有什麼怕人家監督的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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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對不起台灣人的事情 你對不起那些 八百多萬人 投給你票的人嘛 是不是 不然呢 怎麼可以把我們中天電視台 新聞台 破西行 兼執行 兩國就做夠了 沒有人這樣 當然啦 今天你說憤怒也好 但是 其實呢 這是一個轉機 其實我是不懂網路 但是我會絕對支持你們去做網路 你們大家都這麼漂亮 這麼一句交叉 絕對是網紅 對不對 大家學習 絕對有成功的一天 而且呢 也希望呢 各位支持我們中天的每一位 可能我們現在轉到 新媒體 有一些地方 可能還會慢慢 是做得不會很好 但是我覺得 我們也一定 會慢慢慢慢做得越來越好 我們的影響 我們的監督 我們也不是在反對政府 也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希望 我們的媒體 能做到真正的第四權 導正 希望政府能更好 給台灣人的日志結果更好 這就是我們常常在標榜的 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 愛台灣 我們都要給台灣人日志結果更好 我想現場呢 也有很多 媒體的前輩 大家 一起 有心用心把第四權 真的要彰顯出來 不然呢 未來 是不是我們的子孫 都會日子過得不好 我認為我們做的事 絕對可以堂堂正正的走出去 不是說 我們不只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而且我也是堂堂正正的台灣人 沒事 沒事吧 我們在座的這些 都是我們 忠實媒體集團的最高級主管 是不是我們每一次在開會的時候 在談的都是 怎麼讓台灣的未來更好 怎麼樣兩岸呢 民間交流更好 不要互相仇視 對不對啊 對 我也沒有說謊啊 沒有 當然啦 在最後 可能不到一個小時啊 在一個小時內 可能中天 52台 就結束了 但是我們會轉到另一個舞台 大家呢 也不用每一個 中天 新聞人 這不是悲傷 這是有機會 讓我們再重生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絕對只是為了台灣未來更好 沒有什麼目的 沒有私人目的 這個請各位 相信我們 中天新聞台 每一個同仁 大家都真的很用心 而且 因為做到了真正的第四權 所以會有這個結果 但是 未來絕對會更好 是不是這樣 是 是不是這樣 是 對 好 來 加油 王董加油 王董加油 好 大家加油 中天加油 謝謝 謝謝王董 中天加油 中天加油 王董留步 好 我們要請王董留步 王董留步 在剛剛這個王董講的一番話 今天他告訴大家他的心內化 但是我們聽了更多的事 王董每次都跟我們講 不要哭啦 不用哭啦 我們現在要往前看啦 我們要轉網路 那是件很開心 很讓人雀躍的事情 所以從老闆的精神當中 我們感受到 其實此刻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感謝 現在就是一個感謝的環節 我們要請王董 頒發給中天新聞的一位員工 很抱歉 我們這麼多的員工 為什麼只頒發給一位呢 為什麼呢 答案揭曉 我們中天26年 但是這位同學很奇怪 你為什麼在中天有27年呢 他到了27年 為什麼多一年 待會兒我們來答案揭曉 我們先請王董頒獎 自身攝影胡幾人 敬夜熱誠 風在中天 特意慈狀 以思 感謝 好 謝謝王董 那我還是要稍微問一下 錢總是要揭曉一下答案嗎 你很奇怪 你為什麼27年 對啊 我一直蠻壞 因為中天新聞以前的前身是傳訊電視 是 那傳訊電視是民國84年開播的 那我是83年9月在開播之前 在籌備階段我就已經清楚 籌備階段你就來了 籌備階段你就到了中天了 是 所以 看著這中天從無到有 對 已經換了 我在中天26年又8個月 討了一個老婆 生了兩個孩子 然後 幫公司搬了三四家 然後公司幫我調了四次薪水 然後現在換了第五個老闆 記得清清楚楚 這個假設非你莫屬 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比得過了 好 謝謝幾人 對我們接下來的轉網路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雙心勃勃 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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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中天精神 腳踏實地 從不會湊躲 好 謝謝幾人 接下來我們就講到重點了嘛 對不對 轉網路了 即將52台 我們要掰掰 掰了52台 不用再留念了 但是網路上我們要重生 好 怎麼個重生法呢 好 很多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阿公阿嬤都在問 到現在還在問一下不要錢 因為有些今天早上 阿公阿嬤在門口問我說 要怎麼去用那個YouTube 我還發現有阿公阿嬤還沒下載 對 而且下載之後 他們可以找不到什麼訂閱數 小鈴鐺是在哪裡 小菊花 小玫瑰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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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小菊花 你不要講錯 阿公阿嬤會找不到 所以在今天這個現場呢 我們有個現場的一個實際教學 阿嬤 在那頭 許福 都準備好了 好 手把手的告訴大家 如何在網路上看到中天 好 那中天的重生呢 中天的心聲呢 就在網路啦 好 所以現在呢 也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趕快拿出你的手機 還有你的平板 跟著我們治豪主播 一起來下載 好 首先我們提到我們的重生 在網路包含了YouTube 以及我們的中天快點TV 但是要如何下載呢 好 不管你是這個 Apple系統 還是安卓系統呢 都很簡單 在Apple的話呢 你只要在App Store 安卓的部分在哪裡呢 安卓的部分在Play商店 大家可以點開你的Play商店 好 點開之後呢 在搜尋的地方呢 我們就打YouTube 其實很簡單 因為YouTube已經是熱門搜尋字了 所以你只要打YOU呢 馬上 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了 點進去 好 就可以看到 馬上 打開下來之後 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中天啦 點進去之後呢 這邊 有沒有 中天電視 點下去 好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有184萬的訂閱戶 是 然後記得訂閱把它訂下去 按下去 有沒有 好 然後呢 到時候呢 好 點進去 好 就登錄啦 登錄之後呢 我們再按一個影片 這邊就有一個小鈴鐺的設計 把它打開來 我們就可以全部把它接收了 對 所以我們就再次提醒大家 你要訂閱 按讚 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你就會看到我們所有的影片 而在除了YouTube之外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中天快點TV 同樣我們也請智豪主播 來帶我們操作一次 其實呢 它有一樣喔 我們在那個搜尋的地方呢 其實只要打上 中天快點TV就可以了 對 我們把它錄定 好 一樣我們再回到首頁 到App Store 你就可以看到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打 中天 中天 快點 好 一樣它也是在第一個位 第一個位置就是了 好 打中天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好 中天快點TV 點下去 這個呢 就會比YouTube其實更簡單多了 我們只要按到取得之後 它就會開始下載在你的手機的頁面上 好 沒錯 安裝 而且只要你安裝成功之後 之後你就可以一鍵看中天 所以我們現在要呼籲大家 全名定起來 就是這麼簡單 對 我們希望呢 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呢 目標把它突破200萬 好 現在呢 拿出你的手機 幫我們下載YouTube 以及中天快點TV 剛剛看到我們在 訂閱YouTube頻道 已經來到184了 好 所以呢 我們也再次的 跟大家來分享 記得提醒 訂閱 按讚 開啟 開啟小鈴鐺 好 這個現場呢 大家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接下來我們再把時間 照顧給秀芳還有立剛 嗨 好 都聽清楚了 訂閱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剛剛這麼詳細的介紹 應該所有的這個 阿公阿嬤或長輩朋友 應該可以了解了 對 所以再過這個大約 33分鐘之後 你要記得喔 就用YouTube 就一樣可以看到 我們中天新聞 在網路上面再繼續的放鬆呢 對 26年的榮耀 濃縮在今天的一個小時 我們再帶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今天一開始呢 有一個Q&A的問答 然後呢 旺董說了一番詳細的心內話 他頒獎給我們最資深的這個員工 緊接著這個呢 剛剛旺董特別提到 很多謠傳嘛 很多謠言在空中飛來飛去 什麼你們紅媒啊 你們拿對岸的錢啊等等 在我們頭上貼了很多很多的標籤 對 我們很想把它撕下來 我想貼一些新的正確的標籤上去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貼上正確的標籤 讓大家知道嗎 當然啦 為什麼呢 難道只有他們可以貼我們不能貼嗎 對喔 為什麼標籤是別人來貼我們 卻不是我們來把它貼清楚 告訴大家實際上的狀況 究竟怎麼樣 還有許許多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喔 好沒有錯 我們在這個主播手上 來主播同學們 帥哥美女 我剛剛看網友正抖了一下 你上面給他什麼東西啊 這個 這個我要貼 這個我要貼 這個一定是嘛對不對 好今天第一個就是這樣子啊 第一個標籤 這樣子喔 我們這個遊戲是這樣玩 我貼標籤 你如果覺得對的話 就讓它放在那 你如果覺得不對就把它撕掉啊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撕標籤嘛 第一個標籤 王佑正最有錢對不對 要馬上爬 馬上撕掉 好標籤啊 還好王佑正最帥可以啦 最有錢不要啦 謝謝 謝謝 蘇芬來貼一個 你要貼什麼 我要貼 小心 小心 老闆最大方 老闆大方對不對 玉琪 完全同意 謝謝老闆 有人敢撕嗎 挑戰一下文倩姐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我說你要不要撕標籤 沒有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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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喔 文倩姐超大方的 常常見我們吃東西喝東西 是不是 文倩姐 不是我是意思是說 我們過去 所有的國際新聞 你要知道全台灣所有的新聞台 中天電視新聞台 是全台灣所有新聞台 有花最多錢買外電 第二個 花最多錢出去國外採訪的 所以 我要說 老闆最大方 而且 不是大方在別的水 是大方投資給台灣的人 看到全世界 對不對 我們有最優質的 國際新聞 也是因為有文倩姐 對 謝謝文倩姐 我們給文倩姐一個掌聲 來 好 來啊 貼標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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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琴 對啊 玉琴今天貼一個什麼標籤 有評有據 求證報道 都說你們中天新聞都不求證啊 不是這樣 你們都這樣被關台啊 對啊 但是就是要把這個貼上去啊 以正式聽 看到沒 大家都求真求實 拼命的求證 花了多少的力氣 對不對 所以要告訴大家 我們完全不作假 我們很認真 對 我們的報導都是真實的報導 我們的報導都是詳實的報導 但是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 你未來在YouTube上面 你會看到最詳實最完整 而且是絕對不會有 這個政府的手伸進來的報導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事實上我們這個天霞副總 他每次開會的時候 進來就第一句叫 我們中天新聞不做假新聞 有也是這句開場白 是 轉網路也是一樣 我們中天新聞不做假新聞 這件事情怎麼樣 我們都不做 我們都不會妥協 沒錯 好 怡禎來 你手這樣兩個呢 怎樣 許甫跟簡志豪最帥 王又正出來撕一下 對啊 又是不認同了 你們兩個就 你們兩個就這樣被撕 怎樣 對啊 在那邊在電視上看到的 對不對 你們從來不會看到 王又正跟徐步兩個 在那邊撕奪 現在這個時候 難得可以看得到的 是這樣子 這樣子好不好 再右大方可以嗎 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嗎 我覺得這樣不錯 這樣還不錯 王又正 再多一個 謝謝 慧民喉舌 這個說得好 對 這個可以 好 謝謝 放著 都很帥 各種排列組合都可以通 林家元同學 來 多元聲音 我們真的很多元 怎麼會多元法 你告訴我 是啊 我覺得我們電視台 不管是任何的顏色 都會在我們這邊呈現 所以我們是一個彩色的 任何的聲音 都會在我們未來的YouTube上面 也會呈現給大家 所以多元聲音 是要貼上去的 我們為什麼要多元 當然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所以我們要顧及大家想聽的 想知道的 當然要多元 說得好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是 台灣要有多元的聲音 肉魚同學 走路小心 走路小心 監督最用力 為了做了哪些監督政府的報導 我們萊豬 我們萊豬監督政府最用力 所有的電視台 也只有中天新聞台 在監督萊豬這方面 最用力 是 沒錯 最用力不是隨便說一說 是有數字的 之前有一個這個圖表量化 本台做來做做的新聞到這麼高 人家台都只有這樣子而已 對 所以我們監督政府的力道 是絕對到了現在這時候 都沒有軟下來的 不會軟下來 絕對不會軟下來 是 來 劉英秀同學 人氣超高的 對 網路上 每次有營秀 是點閱率很高 我們都想來蹭一蹭 蹭一下熱度 來 專業新聞台 好 中天是專業的新聞團隊 我們所有的人都是秉持 在最後一分一秒都堅持到底 用所有的用心跟努力來呈現 好 依舊說得好 同學們 你們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優秀 你們平常不是這樣的 今天是怎樣 你看 衝著紅莓 衝著紅莓 衝著紅莓怎樣 有人要撕嗎 有人要撕嗎 撕下來 有人要撕嗎 前次號衝過來了 前次號看不下去了 怎樣 我待會兒去把它燒掉 為什麼 因為當然就是汙蔑 對 我跟你講 紅莓一個鬼 不是啊 紅莓一個鬼 紅莓一個香蕉拔蠟 對不對 對 不行啊 總的帶回去就對了 對 千惠別走啊 你手上還有啊 我這個是中天新聞 有評有據 有評有據 求證報導 我們的麥克風 就是我們的榮耀 是 台柔儀同學 蛤 妳要貼什麼 我看一下 這走樓梯好像都好像走台步一樣 名模的感覺 來 是啊 報新聞打赤腳 這什麼意思啊 有的時候穿那個高跟鞋 穿 站了一整節好累 然後去腳踩那個 Promptor control的時候 沒有辦法踩 就會偷偷的打赤腳 所以妳都打赤腳 這樣會傳染嗎 不太會啦 香香的 難怪都會臭臭的有味道 香香的 要記得 洗乾淨 不是 報新聞打赤腳 我也要講 有一年的時候 在兩年前的時候 雲林那個 西鎮村那邊淹大水 我們那時候新聞龍捲風 就到戶外去 直接做了一個外場報導 我不只打赤腳 我是穿著那個藍白托 搞不好說水淹到這麼高 褲子全濕了 你不是每年都在淹水嗎 什麼在 你天天都淹水 我上高級的時候 我跟我下去的製作人林中翰 他那個褲子濕到連 高鐵的椅子坐下去 都是一層水在上面 同學們 淹過水的舉手 我們很多主播對不對 不少都去過 都淹過水 說實話 對颱風的 文倩姐也淹過 大家都淹過 沒關係 遇水則發 遇水則旺 對不對 對 沒錯 來 還有小麥 你要貼啥 跟隨我們一起轉戰網路 好不好 好 你怎麼感受到觀眾跟網友的熱情 網友那個留言 真的留言超快的 看都看不完 然後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好熱情喔 而且半夜時分還有數千人 都沒有睡覺耶 就是一直在看 深夜時分 半夜 這麼多人 超多 哇 你看這麼挺我們 八千多 表示夜貓桌 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都很晚睡的 代理剛常晚上2點發簡訊給我 都是小號 6點才看到 好 還有誰 還有誰 許虎同學 許虎同學 小心 你沒有高跟鞋 但我看你不太穩 主播脾氣暴躁 好 這講誰啊 我的同事都很nice的 你同事是很nice嗎 這高跟你在一起 這留給你 這高跟在一起 製作人EQ很差 製作人EQ很差 罵呼罵 沒有 我不相信 No 等一下 這個是誰自首 那個箭頭往哪裡指 好啦 我承認 我脾氣最暴躁 我沒辦法 我做新聞樓捲 我上來瘋話節目 我自己說 我昨天就發火了 我昨天就不爽 我上去還幹狗 凌晨一點半 在六樓的人全部都聽到 我就不爽 我就直接講 好 製作人也是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在新聞部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一個 非常多元的一個聲音 鼓勵大家把這個聲音表達出來 尤其是我們採訪會議的時候 超級火爆 製作人編輯台 簡直是對立 簡直是吵架 但說實在 今天我越看大家越可愛 跟我吵過架的人 我都覺得特別之外 我沒跟你吵過架 以後可能會開始 不會的啦 好 還有誰 來 自己出來啊 你們三個 你們永遠就是連體營商 所以他們三個牌子 一定是不一樣的 組合怎樣 排列組合 敢說真話 全台灣最靠近世界的電視台 來 導播不知道在大聲啥 導播 大聲啥 奇怪 你都這麼大聲 製作人也很大聲 立剛也很大聲 導播也很大聲 你們這個電視台怎麼回事 沒有啊 要有大聲的聲音 才能夠把這個聲音 放送出去啊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們有力啊 對不對 好 還沒有貼得出來 還沒有貼得出來 來 文樂小公主 好 來 啥 主播英俊美麗 王又正點頭了 對啊 這樣 撕掉 好 出 立場偏頗 那就把它折掉吧 立場偏頗 這對我們來說 丟到垃圾桶去 好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這麼多的牌子貼得上去 這也代表說 這是我們的一個精神 但還有誰的啊 誰都沒貼啊 沒有 為什麼手上牌子 全部出來 全部出來 來 淑芬 淑芬姐 淑芬姐 來 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 這我真的很有意見 我真的很有意見 我也非常有意見 我們都是讀非常多書的 非常有學問的 嗯 我直接把它拿走 對 小時不讀書大時當記者 這個根本就是在侮辱 我進入新聞圈已經30年了 不好意思透露一下自己的年紀 但是說實話 在當年的新聞圈 年紀應該比我大 我印象 可以消音 這段可以消音 在我那個年代 新聞記者是走路有風的 我們沒有到 政府的記者會是不敢開始 是不能夠開始 我記得當時呢 我們公司最早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電腦包 然後那個名字刻在外面 我們走路的時候 一鏡把它放在外面 為什麼呢 就好像背上北宇的書包一樣 走路有風 我們的每一個報導 那個是個榮耀 對 都引起大家的討論 獲得政府的重視 所以 對於今天 大家對於這個記者的這個形象 我覺得是完全是扭曲的 至少在我們中天新聞 我們剛剛看到 那三朵花 怎樣搭在NCC 說實話 大家為什麼對你們印象深刻 美當然是其中之一 最重要的是 你們對每一個細節的掌控 真是讓大家嘆為觀止 你看 可是我們現在這時候 要轉到網路去了 我們一樣秉持我們這樣的精神 我們這樣的一個力道 絕對不能夠減弱 因為在未來的話 很多的路上面 還是要靠我們中天新聞 繼續的監督下去 這樣子 政府他才會知道說 他走偏了 要趕快轉回來 否則民眾的苦 可就變得更苦了 好 這個環節 我們該撕的都已經撕了 該貼的都已經貼了 是 言歸正傳 說實話我們的主播 可以說是中天新聞的門面 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們這十幾位主播 但事實上我們的背後 總共是475位的同仁 是看不到的默默的無名英雄 在這裡我想 我們主播 常常我們覺得 我們承受了最大的非難 你報了假新聞 蔡亞婷 麥玉潔 又不是我做的 是我同事做的 但是我們知道 那是公平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主播承受了最大的光環 我們遭到最大的非難 我覺得這是公平的 今天我們的主播先向現場所有的 中天的同事 我們深深的一鞠躬好不好 謝謝大家帶給我們的榮耀 我們主播記在心裡面 現在呢 我們主播每個人有話要講 一個人受限於時間 只有短短的30秒 講出你的心內話 好 舒服開始 就一順序過去 好 剛才秀芳姐講到 中天的同事 雖然這個電視台 現在從52頻道 就準備要下來了 可是我們的同事都還在 很多時候大家在忙碌當中 像我看到這邊很多的 包括棚內攝影的同事們 然後平常編輯的同事們 平常記者的同事們 大家新聞工作都很忙碌 我們有時候主播來不及 去跟你們講一聲感謝 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真的說一聲謝謝 因為我們在鏡頭前 然後我們剛剛秀芳姐講到的 我們承受了很大的光環 可是這背後都是你們全部的支撐 才讓我們在鏡頭前 幫你們把這些話給講出來的 謝謝大家 來 玉琴 我只想說非常感謝大家 尤其因為很多人說 主播耶 主播耶 玉琴主播耶 我就要說 其實主播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我們真的只是剛剛好當了主播 我們其實如果今天 能夠有一點點的受到的肯定 那都是因為我們的背後有非常多的團隊 非常優質的團隊在支持著我們 不論是從新聞還是導播 所以在今天我只想要講的是 我們今天之所以被關台 我還是認為那是因為我們做得太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還是 在轉戰了網路頻道之後 我們會持續秉持著我們的精神 我們繼續的努力打拚 也非常非常希望大家 跟我們繼續的走在一起 我們要一路上有你們同行 好不好 好 支持玉琴主播愛玉琴 還有愛佑正 男神 佑正 佑正 我常說 中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最不心疼的 就是我自己 我第二不心疼的是 中天這家公司 但唯一讓我最心疼的就是 我們在背後默默付出 但是卻不為人知的 SNG 攝影 還有後製同仁 我吃尾牙的時候沒有忘記你們 我吃尾牙的時候有說 我們一定要好好 敬一下我們SNG的好朋友 我到外場去做節目的時候 我也不會忘記你們 又真的晚上吃飯 那幫我多訂兩桌 因為我們有很多後製同仁 很多SNG同仁 還有我們節目製作單位 很多很多的同仁 今天你看到有中天 不論現在在電視上 未來在網路上 你看得到中天 我們是最渺小的 我們是最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偉大的 是你們看不到 但是付出最多的那些人 我們承受光環 我們承受磨難 但不論光環或是磨難 都是他們給我們的 所以在這個時刻 除了謝謝這麼多的好朋友 支持我們 我真的要好好謝謝 就是正在拍我的你們 正在調聲音的你們 正在搭燈光的你們 甚至幫我們擋住這麼多好朋友 幫我們維持秩序的你們 真的謝謝你們 謝謝 佑正加油 來 千惠 雨神 其實我剛剛一直告訴我 自己不能再哭了 也不要再哭了 可是我都一抬頭 譬如說看到導播 在這邊指揮落定 看到FD 你看他現在表情 還是非常的專注 然後每一位攝影 都還是非常專業的 在工作崗位上 更多的人是你們沒看到的 他們在副控裡頭 一個一個大家都是幕後工程 都是小螺絲釘 成就了這家公司 或許成就在鏡頭前的我 再次跟你們說一聲謝謝 謝謝 千惠網路上見 千惠不哭 不見不讚 好 10分 30秒 10分 真的是千言萬語 謝謝大家 我們這個中天新聞的團隊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感動 然後大家在最後一刻 還是站到這裡 然後 然後 齊心努力的 把我們的工作做到最後 謝謝你們 好 當然啦 中間這麼多員工 大家只認得主播 但事實上大家看到 我們的團隊 滿滿的現役出 我們還有 還有很多的同仁 在辦公室面 還在自己的崗位上 好 我們再往上看 大家看到沒有 所有我們的同仁 在剛剛很多人 已經互相擁抱 我們有很多熱騰騰的食物 好 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其他 你可能不認識的同仁 他們也有話要說 我們有個很有趣的一個時間 我要告白還是我要靠北 隨便你啦 我們中天新聞很自由 讓你來選啦 林雲橋你要怎樣 我要靠北 你要靠北喔 靠北誰 我要靠北中天新聞 怎麼說呢 靠北中天新聞 我2003年6月9號到中天新聞報到的第一天 我就受傷了 當時我是一個攝影記者 我就剛好拿到一個壞掉的腳架 我記得我把腳架架上去之後 我一手一放上去 拱下來 整隻手指就 黑掉黑半截 那時候我心裡想 靠北 這是怎麼工作啊 這這這這 那時候我就說 好 中天新聞我跟你槓上了 我今天在這邊受傷 我就好好在那邊撐著撐下去 然後 我要繼續靠北中天新聞 就是好 因為霞姐給我很多的機會 讓我從攝影記者變成文字記者 然後 我要講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中天新聞 我們是所有新聞台裡面 最願意投資記者的 怎麼說 以我個人來說 我總共出過13趟的國際的軍演的差 我上過四艘航空母艦 去過兩次巴黎航展 這些都是公司 就是花錢讓我們去培養一個 專業記者 我們該要有的姿態 該要有的專業程度 所以我要特別中天新聞 對我這麼好 所以 覺得自己真幸福 所以這17年半 一直到今天為止 是17年又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很感謝 我非常感謝中天新聞 在我的三分之一的人生當中 不管我的好或是不好 我都有這個地方 是我另外一個家 讓我知道 我在這裡 可以好好表現 把我的新聞專業 帶給大家 交給後輩 我一個鄉下來的孩子 能夠在這裡 站在這邊跟大家講話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 謝謝多年級文 謝謝 哇 喬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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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留下的是感動的淚水 太愛中天了 喬哥你哭了 我從來沒有看你哭過 我只看你發脾氣過 喬北中天 我要告白你 因為我們太愛你了 好 還有人嗎 我要告白 你要告白誰 慧榮 我要對霞姐告白 外界都稱為良女士 原因是因為 在大家很茫然無措的時候 當天我鼓起勇氣 吸了一大口氣 敲了霞姐辦公室的門 我在外面等了一段時間 當我進去本來 想要問說 現在到底要帶領我們 往什麼方向 大家很茫然 君欣也很不穩的時候 她告訴我 接下來網路上該怎麼做 感覺我們講起了未來的憧憬 一切都是怎麼的美好 一切都是非常的近 我們馬上就可以達到了 突然就是讓我覺得信心倍增 這也讓我們大家明白 該往什麼樣的方向努力 當然話動我 我也愛你 後面還有一個 你迫不及待 你是要怎樣 告白還是告白 告白 好 告白 來 往前 事實上我要告白的是旺董 因為這段時間 我人沒孩子 人沒孩子我比較本土 但是我看到旺董 老實說 那時候覺得說 旺董你很本土 很誇張 但這段時間 你有威脅 你手就有很多威脅 我都看到我們 因為真的沒變這樣 像NCC那一天 有一些話 老實說 我覺得大家覺得 大家看得心很酸 心得很酸 因為我在中天 也15年以上的時間 那我要跟旺董 您告白的是 您真的辛苦了 我要跟你講的是 事實上中天 未來會持續更好 我要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到麻豆那邊去採訪 這個文彈農的時候 那邊的文彈農 看到我們是中天的麥克風 我們過去問他說 他們針對亭冠 針對所謂的幼稚不收 針對所謂的萊豬的衝擊 他們竟然過來跟我說 欸 年輕人 你辛苦了 但麻豆這個地方 他是近景小英總統 得票率七成二以上的 超級鐵票區 全國得票率第二 但那邊 有72歲的老阿嬤 他追著我們的採訪車 要把兩大堆打招呼 台灣中天 因為知道說 有一點事情 不能說直接關掉 直接關掉 受委訓 他也知道旺董你受委訓 這是我要跟旺董說 你辛苦 然後大家就辛苦了 真的 那未來轉型 我們永遠都在 我們永遠提望董 我不會記得 大家明天在上班喔 會 會記啦 好 謝謝寫明 我們大概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待會兒會有一個 這個回顧的這個影片 最後的機會把握一下 靠北難得的機會 平常你敢嗎 來報上明來靠北誰啊 這兩個很高耶 難怪敢靠北 我們要靠北我們的主管劉明忠 劉明忠 攝影中心老大 出來 出來 可以請他過來一下嗎 你出來面對 你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出來面對 沒誰怕啦 中天人下來不怕啦 靠北一下 攝影中心都很大隻耶 主要就是 他每次他自己失眠就算了 然後把我們都搞得我們都會失眠 那為什麼 像昨天這個地震 被召毀 然後我還要自己 中哥我可不可以 要被他回去接 然後他就立馬打電話回去 然後就掛了 回去就掛了 像我 我昨天地震我不是逃命 我是看手機 看手機有沒有人找我 或我們主管有沒有找我 或我們如果沒看到的話 我們自己也會覺得很不安這樣子 通常這種大事情 我打 因為我要叫很多人回來 我都電話通了以後 我都只講了一句話而已 回來上班 因為我要趕著打給下一個人 所以他們都要趕快回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許多的媒體人 他們的手機在平常根本都沒有關機 都是開機在那邊的 因為隨時隨地有任何的狀況 隨時隨地 台灣發生任何的大小事 你看到沒 民眾就要把他們這群人 全部都給叫回來 為什麼 要給所有全台灣的觀眾朋友 看到第一手最新 最現場最及時的報導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以下一個紀錄片 紀錄著我們中天的 精采紀錄片回庫26年榮耀 對 您現在收看的是傳訓電視 中天頻道 以全天候24小時 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時事 傳訓電視中天頻道 是20號凌晨1點18分 率先播出鄧小平定時的消息 領先了所有的媒體 歡迎您回到兩岸市集會的現場 背後的這個小舞台 就是姑王兩位老先生 積極震災的最新消息 目前南投心的傷亡情形呢 總統四次 看到的是在196個投開票所 台灣第一個跨媒體經營的 向山集團日前公布 亞洲首個多媒體數位作業平台 引起各界關注 您好 歡迎收看中天新聞 我是主播李金玉 最近天氣變化多 我們請主播蔡英文 告訴我們最近的天氣變化 917納利風災過後 917納利風災過後 我們在短短一個月時間 就完成了復播的工作 中天電視今天與國內最大的 平民媒體忠實報信 正式結盟 美軍要進攻伊拉克 他們都是剛剛從伊拉克回來 大陸公安在4月30號晚上從天津爆炸 事發 在香港7月1號主權移交 我主動的5分鐘敲定 1198 那個時候的洪仲秋案件 其實因為洪仲秋的舅舅 他拿了那誠情書 到各個的電視台去誠情 都沒有人理他 這裡有許多的檢疫都已經 法力法院議場的八個門 所有的電視台的節目 都在那邊挺太陽花 大家理性的人 他看到這個東西 他發現到 原來福茂真的是 對我們台灣的經濟是有幫助 進入會場之後 然後人更多 現在人更緊 我們純粹就是感受到 人民內股很純真 很純樸 但非常真實 而且有力度的能量 因為我們的電視台就是 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 愛台灣就是要讓台灣人 自己嫁得好而已 旺人有存心 帶給你 我們抬頭提胸 歌聲昂揚 我們永不屈服 意志堅定 自主 五二中天是一個美好的過去 中天人勤勤肯肯 兢兢業業 他像的這款昭海 今天在現場 首先請中天人要謝謝自己 我們有歡笑 有痛苦 更有滿滿的榮耀 我們不會因為委屈憤怒 而降低自己的歌教與品味 謝謝自己能夠經過中天的嚴格考驗 我們還有什麼懷疑 你還有什麼恐懼呢 我們還要謝謝 我們有緣相聚 自信 我們有心有心 大團結 我們一定贏 我們還要謝謝中天的所有夥伴 為了工作 我們意見不合過 但我知道你最挺我 在這個倒數的時刻 我要告訴你 你是最棒的 讓我們面對面 舉個勾 我們面對面 舉個勾 抱一下 當我們最脆弱痛苦的時候 不要怕 不要哭 永遠有一杯熱咖啡在你桌上 永遠有人在撐你 沒有任何懷疑 我一定會接住你 只有中天人才懂 這種穩定的一套就是我們自信的來源 所以留住榮耀 拜了五二 中天會更強大 因為中天人有自信 我們很優秀 我們很勇敢 中天不會消失 中天會更強大 勇敢的中天人 讓我們一起彼此感謝 新手走向未來 往往人用疼心帶給你 他能永遠相聚 沸進風風雨 最後我們要謝謝觀眾 二十六年的熱情陪伴 我們都記住了 這麼多的讚美我們收到了 無數個加油打氣 我們也都收到了 因為有你 中天的光不會變 中天會更亮 更有力 請大家記住這一幕 記住今天 2020年的12月11號 這是我們說好的約定 今後攜手同行 網路相見 曾經帶給你 敢能永遠相聚 心跳的聲音 敢能永遠相聚 倒數30秒 讓我們擦乾眼淚 看看身邊挺你的人 記住今天晚上我們在一起 我們沒有散 倒數20秒 在最後的時間 十四十三十二十五十五十一十 十六十六 我們就重生了 七六五十四 謝謝觀眾 謝謝觀眾 謝謝 謝謝